欢迎这个手术治疗里边 那么这个有微创手术和开放性手术 那么绝大多数病人都是可以进行微创手术能够解决的 那么关于手术治疗里 那么适应症一定要把握好 大多数都是有了压迫神经和马尾神经收压 大小变功能障碍等等 这些很严重的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 大多数的只要是腰痛半身 一侧下肢或者两侧下肢疼痛麻木这些病人 一定要多考虑选用创伤性小肢手术 包括一些微创、椎间孔径、射瓶、消融鼠等等 这些非常好 那目前这个射凭、消融的细细一根针 就可以解决很好的这个椎间盘的问题 它既然可以做神经调控 也可以做拔解的消融 拔解消融再加上里边其他的微创手术配合 进行一个绝部检养 在联创手术的效果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